全油管最快新闻,昨晚,博主逼泰在视频中揭露了云南旅游市场的乱象,暴露了导游和旅行社的套路欺诈行为。 博主参加了云南文旅局的旅游市场整治百日行动,却遭遇了路线变更、购物店强制消费、鬼秤、假银事等问题。 此前,云南曾有副省长亲自暗访并被强制消费的事件,投诉率一度居全国之首。 曝光后,云南文旅局再次展开大行动,但这些问题让普通游客望而却步,导游不转返点,商店不载客,最终由游客承担了一切。 云南的风景优美,但口碑一直拖后腿,如何解决旅游乱象,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整治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